来看一下 所以我是建议 如果你要比较有系统的学习 其实或者你可以按在这个类别 把这个酒类全部都乱玩 然后每一个你也都很熟悉的 我是觉得最关键还是要打得出城市 不要 bug 应该才算是会的 那你没办法马上做到这一点 没关系 你会渐进的 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因为我说真的 你很会讲城市的人蛮多的 很会讲 大家要写 其实大部分人是写不出来的 我把他想像这个 当然也许未来啦 未来我觉得城市开发会越来越简单 像以前Java 从C加Java到Java 简单一点了 拿掉很多东西了 加到Python 拿掉更多东西 那在下一阶段 或许以后可能 Python 下一阶段 可以用图积木式的拼凑凑 OK 但问题 无法改变的还是你要逻辑思考 思维的方式还是必要的 像刚刚植树判断 你还是知道要怎么去把这个问题先输入一些资料 然后再做一个回圈 只是说如果积木是他回圈 可能不用自己打 不用自己打 可能比较少打错的问题 但是你还是要知道说原来这个回圈 所以 像之前有跟各位提过那个APP Inventor 做那个手机APP的 它就是这样的哦 它就是拉一个Fall回圈的积木 然后你必须要填入你需要的那个Range 一样的道理 你还是要填变数进去就对了 然后呢 逻辑也是一样 你再填一个逻辑 然后逻辑Triple Force 里面还是一样 会有资料还是有变数 只是说 那个地方你不用自己打字了 里面能说你就是在拉资料过来而已 那 再来的话还有一个也是一样 Function 部分 我刚刚提过了 Excel 其实内建函数很多 总共250几个 所以你会发现里面很多很好用 也是有很好用的主要原因 因为它大部分都提供给你的 你只要把公字写出来 就完成了 但是因为现在的资料量越大 然后资料的复杂度越来越高 所以其实很多常委同学说 老师有没有哪个Function 有没有哪一个函数 可以解决我什么什么的问题 可是大部分呢 因为你的问题太复杂了 所以我跟他讲说没有 没有怎么办 你要自己写 那你要怎么自己写 如果在Excel 里面 最简单的就是用VBA 其实VBA 里面也有Function 你就可以写Function 如果自己写出来的Function 那个叫自定函数 OK 所以我把它称为 如果自己写的 就叫自定函数 如果他写给你的 那就是内建函数 因为以色列的话 他会不断更新版本 所以本来没有的Function 它会后来会增加 像那个什么VU的函数 他只能查第一栏 那很多人其实需要的是查别栏 可是没有怎么办 他后来有衍生出那个新的Function 本来叫V嘛 他叫XXLOOKUP OK 你就可以解决你那个问题了 就是你要查的不一定要是第一栏 OK 刚问题来了 你如果要这个函数的话 一定要到最新版 OK 那他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更新到最新版 你才有这个函数啊 那问题啦 如果整个企业是不是要全部更新嘛 所以理论上 当然听起来是蛮好的 刚问题要花钱嘛 所以如果你 假如没办法更新最新 那就是要写VBA 写Function OK 同样的道理哦 那如果在Python里面哦 如果我遇到说 我今天要写个Function的话 那该怎么写? 步骤该如何? 比如说像我们以这一题来看好了 比如说以刚刚讲的这个 这一题哦 就是那个 判断 这个持续判断这一题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呢 我要把它改成这个Function的话 那如何改? OK 首先的话它有两种形式 就是有没有回传值这件事情 OK 那Function的话呢 如果呢 有回传值的话 OK 那其实在VBA里面一般叫Function 可是如果VBA里面没有回传值的话 一般叫Sub 所以如果你们有学过VBA的话 应该有概念 有些程式开头叫Sub 有没有 有些程式开头叫Function 那差别是 有没有回传值 可是在Python里面它没有分Sub跟Function 它反正都叫DEF开头 OK 至于要怎么去针对类似像这一题 我们来改写成一个Function 首先第一步 我们如果要写一个Function的话 那记得 请你写在这个程式 这个模组的最上方 你不能写在下面哦 VBA是可以写在下面 也可以写在上面 但是 Python只能够写在上面 OK 那你开头的话 一定要是叫做DEF DEF OK DEF 空一格 DEF的话应该叫 其实就是 Definition 的那个 Definition 的缩写吧 叫DEF OK 空一格 那后面的话 它给它一个它的Function名称 所以开头只要是DEF的话 就是Function OK 那后面的话 你给它一个名称 至于这个Function名称 你自己取的 因为它想不出来 我刚才打一个Test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 要建一个Function叫Test 那瓜葫之后的话呢 我希望你要带一个参数给我 OK 所以参数要给什么 我也许你给我的名称叫Plan好了 好 那记得哦 冒后结束了 OK 到这边Enter一下 接下来的话 底下 就是你要做什么 那我刚刚有提过哦 这个Function 它可以有两种表示 一种是有回传值 一种是没有回传值 那如果有回传值 最尾巴的那一行一定要叫Return 有没有 是Return跟Java跟C++ Return的意思是说 我把最后的结果传回去给主成事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怎么写 当然第一个 如果要改的话 我看干脆我把底下这一段 我们用那个什么 我看用精简这个好了 所以假如说呢 我们用这个精简的这一段 因为它怎么怎么改了 其实假如说我们刚刚已经写好了 那我就把它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Function 那一个是主成事 我呼叫这个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里面做什么事呢 特别是哦 我把除了那个Prom 第一行以外的 底下的程式哦 移动到这个Function的下方 然后把它按一个Tab键 为什么Tab呢 因为我是要在这个Function里面 执行这一件事情 那执行什么事情呢 我接下来是当我被呼叫的时候 那我一样把这个结果给计算出来 然后就OK了 当我第一个写 我不要Return 所以哦 第一个比较简单 没有Return 那没有Return的话意思是说 反正呢 你这边做完就算了 也就是你这边Printed就Printed 我看到结果OK了 好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们如果要把刚刚的程式 改成制定函数 并且透过主程式去呼叫上面的Function的话 改的方式第一个 就是先在上面 先打一个DF 然后给它一个Function名称 然后给它一个传递引数的名称 所以Return是一个引数名称 然后呢 接下来就把刚刚的程式 放到底下 放到它的下方 按个Tab键 好 这样就OK了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学习如何去呼叫它 诶 那呼叫的话呢 所以特别注意哦 中间我空一行 上面是一个Function 下面是主程式 所以未来如果你在写这个主程式的时候 你就要呼叫的概念 也就是说 反正那个是你做的 那我要呼叫的话 我就跟它讲说 我要呼叫你TES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哦 我就是要呼叫它 然后刮呼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它会出现 它会给你提示 而且跟你讲说 哦你需要给我一个参数哦 OK 那个参数名称叫Prom 但我们要传给它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Input的东西 把这个Prom给它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把我输入的这个资料 比如说我输入51好了 51那转型嘛 变51 51之后的话传到这边 然后51再传给它 51 那51呢传过来之后 它就到这边来之后 这边因为是一个引数嘛 所以这边51放到这边来 然后并且呢 把它放到这里 这边就51了 所以也就是说 它有点像两段程式的概念哦 下面是主程式 上面是一个制定函数 OK好 那我们来弄弄看 基本上其实这样就写完了 我就是透过引数 反正就分工 这个是主程式 那这个就是我的方讯 那弄起来的话 结果应该可以是一模一样的 执行 比如说51好了 应该是不是直数 有没有 然后呢 再来的话 再53好了 是直数 没有问题 OK 不过可能如果有东西会有疑问说 老师那写这样好像没有比较简单 对不对 没错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理论上很单纯 可是未来会有一些地方是假如说你那一段程式是会不断被其他程式引用到的话 那理论上是需要把它改成制定函数的 那只是说我没举例啦 所以我就把这个制定 把这个放这个 这个直数判断的部分稍微改动一下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也就是说呢 把刚刚的程式 先建立一个制定函数 然后再去呼叫他 OK 那我们写的这个是算最经典 类似像VBA里面的SARP啦 所谓的SARP就是他没有回传值 也就是他不会回传资料给我 可是我可能会同学说 老师那这样感觉好像组成是没什么作用而已 它最后只有输入资料跟呼叫函数 那可是如果我今天不想这样 我希望感觉要比较有存在的感觉 就是说 最好呢 他做完 判断完是否为直数之后呢 把结果回复回来给我 然后由我这边去print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不要在这边print 要在哪边print 在这边print 把这边的结果print了出来 也就是他的回复返 返还资料给我 我再把它返还给我是否为直数的结果print了出来的话 那要怎么改 所以第二种改法就是 制定函数的第二种有返值 那这个是没有返值 没有回传值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改完的结果 各位如果要参考的话 可以再看云端第16页这里 这个就我刚刚改的 那主要改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 主要是增加上面这个 DF 给它一个function名称 然后把它底下 除了input的那一行 搬到它下方 OK 那这个是没有回传值 那如果有回传值的话 要如何回传 其实加一个return的关键值 现在一定要设定 帮我我们再来看 好